你放唱吧,我登场,中东已经成为了各种矛盾,热点聚焦的是非之地,叙利亚局势虽然进入最后阶段,但依然复杂敏感,美国还想利用联合国干预叙利亚局势,当然除了叙利亚之外,伊朗则是绝对的热点,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,动用了沙特、以色列的多个盟友,大有不征服,伊朗不罢休的味道, 沙特猛烈轰炸和台达,以色列大规模攻击伊朗在叙利亚境内军事存在,这一切都是针对伊朗来的,当然动用盟友的同时,美国军事力量也为日澳伊朗密集部署,据报道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都进入了随时可以介入的位置,大量战机转核炸弹,导弹等转移到了伊朗周边军事基地。 不过在军事事业面前,伊朗这次选择了强硬,当然这种强硬不是脑壮,而是身次疏虑之后的结果。 因为伊朗知道妥协,只能是死路一条,伊朗消息报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,大约50%表示,坚确抗争到底,大约35%的人表示支持强硬应对。 只有不到15%人选择了适当妥协,伊朗消息报指出,强硬到底,为了伊朗利益进行彻底抗争,已经成为大部分伊朗民众的基本共识。 妥协显然不是聪明的选择,伊朗军方指出,伊朗的导弹,战舰和战机等,完全能够害虑自己的利益。 就算美军局势优势明显,伊朗也有能力让其知道战似动武伊朗的同,发现是报道,在伊朗局势紧张,每一都在进行军事不局的情况下,伊朗突然做出了一个外界猜测颇多的决定。 这个决定就是,伊朗军方决定停飞所有战机停飞,然后接受维修,保养检查,确保大部分战机都能够随时投入到战斗之中。 俄罗斯卫星网评论指出,伊朗多数战机都服役时间较长,在局势紧张的情况,进行必要的维修保养和作战准备是完全可以理解,也是其展现强硬决心的一种手段。 英国伦敦时报房价分析认为,大规模检修战机显然是在为作战进行准备,虽然伊朗的战机对于美军来说不足为惧,但是伊朗利用这些战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,也可能给美国带来风险。 根据报道,欧盟封劝伊朗不要以卵击石,最好向美军妥协答应美国的所有要求。 很显然欧盟是担心美伊冲突自身利益受损,但是伊朗在美国的步步紧逼之下,好像已经没有了更多的选择,只能强硬到底。 因为妥协是没有底线的,美国的要求是不会满足的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彼得列夫指出,美国是想通过动手伊朗掌控中东,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市场,伊朗除非彻底的放弃石油利益,否则任何妥协都是没有用的。 俄卫星王分析指出,伊朗大规模检修战机,将大量导弹部署到位,随时做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准备等是对美国的一种监责威慑,这样美军行动时会有所顾忌。 根据报道,伊朗军方已经发出警告,要求美军不要惹事,伊朗已经做好了迎接所有挑战的准备,伊朗誓言为了捍卫利益宁愿推倒重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